我搖 我搖 我搖搖搖 這不是珍珠奶茶 而是便當 不怕裡面飯菜全亂 因為這是韓國目前最夯的 搖便當 老闆娘來台30年 因為想念媽媽製作便當 才研發這道搖搖便當 特地從韓國空運來台 金色鐵製便當盒 鋪上手工泡菜再放入熱騰的米飯 起司和蛋 最後再加入韓國進口青魚 放上火爐熱烤3分鐘 起司完全融化 泡菜底部圍焦 再用力把便當盒搖一搖 就像韓國拌飯的概念 15秒後搖搖便當 大功告成 媽媽就把一些很多東西 放在裡面 就幫我們帶便當 我們走路的時候小朋友都 動跳跳 吸跳跳 就把那個便當弄得亂七八糟 拌鍋就有點 你一口就可以吃到很多種味道 便當商機大還有業者把烏龍麵 裝進特殊設計的便當盒裡 不怕醬汁打翻 特製九宮格便當盒 區隔每一道菜 有比於日式傳統便當 壽司鰻魚飯 胡麻醬搭配烏龍麵 再加上五顏六色的配菜 輕食菜色吸引上班族女性 第一個它不會吃起來不會太 太有飽足感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它的部分的話 比較新奇 我們如果說想要女生怕胖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分量 其實是可以吃得很棒 如果吃飯的話 其實它飽足感是比較重的 可是如果今天沒有很餓 我就會考慮選擇 麵食類的便當 除了市售便當噱頭多 就連家庭主婦也在便當菜色上 絞盡腦汁 便當盒裡一顆顆用彩色米粒 做成的馬卡龍飯糰 還有造型可愛的草莓飯糰 業者研發彩色米粒 讓家庭主婦輕鬆變幻 便當菜色大獲好評 不管是手作便當 還是業者研發的創意便當 都希望抓住老頭的胃 記者 陳欣宜 林東銘 林夢中 卓一姿 台北台中 採訪報導